大家好,我是Desmond 今天出片的日子是2024年9月8日 究竟是什麼日子呢? 就是英女王伊莉莎伯二世駕崩了兩周年的日子 所以今天我特別選了一個和英王有關的題材 跟大家介紹的 我今次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一個佐治五世公園 其實香港是有兩個佐治五世公園的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其中一個金庫中國特色亭台樓角的公園就是九龍的佐治五世公園 另一個就是香港島西盈盤 九龍的佐治五世公園位於佐敦道觀衝一帶 有時大家走過乘巴士都經過一個很大的公園 這個就是佐治五世公園 佐治五世公園的特色就是有中國特色亭台樓角 九龍的佐治五世公園就是1940年8月開始興建 41年6月就揭幕 為了紀念當時已故的 英王佐治五世 The King George V 即是哪位呢? 其實佐治五世講來講去就是英女王阿耶 在位的年期就是1910年至1936年 由佐治五世開創溫沙皇朝 因為一直英國皇室都有德國血統 以及用德國的姓氏 但第一次世界大戰 令到大家對德國有反德的情緒 所以佐治五世就決定不再用德國姓 改以溫沙為他們的姓氏 這個溫沙的姓氏 由他開始一直用到現在查理斯三世都一直原用 公園興建的時候 其實佐治五世已經是死了 已經是架崩了 純粹是紀念他 在香港來說 這個公園其實已經變了很多 以前是一個佐治五世的銅像 當然是已經沒有了 九龍佐治五世公園 其實在當時的九龍 都是一個很有規模的公園 因為佔地帶有94000平方尺 而且也有兒童遊樂場 有秋千等等的設備 當然現在的比例未必是很具規模 在日漸時期 這個佐治五世公園都受到不少破壞 所以要去到和平的時候 港英政府就會重新修緝 做了一些復修 加了更多的中式糧艇 才重新開放給公眾 可能因為這個城市規劃的問題 你會見到九龍佐治五世公園 面積的形状是很古怪的 在佐敦道的入口之後 這裡又長大大大在觀衝出 有很多不同的公園出入口 但無論如何 九龍佐治五世公園的公園 風格也很一致 也是有一個中式的形式 去呈現給大家看 我們轉眼看 就去港島 看看香港的佐治五世公園又如何 香港佐治五世公園比九龍更加歷史悠久 在1936年落成 香港島人通常叫做花園仔 在日漸時期就嚴重了 又好像九龍那個 又是被破壞、被荒廢 但這個更加嚴重的是什麼呢 成為了亂葬江 所以這個公園仔 整天都有不同的鬼谷 如果你上網打 五世公園鬼谷 就發現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 又說很多單 關於東邊街的車禍 又說有遊魂野鬼 又是魚蘭勝匯撞鬼等等 順不順遊 因為這個港島的佐治五世公園 就位於半山、伊山而建 所以這個園內內 剛才我們見到的無數的古老大麻石 和很多的細葉榕樹 全部都非常歷史悠久 而這個佐治五世公園在1936年建成 但剛巧巧 落成那一年 剛巧英皇佐治五世嫁崩 所以 就不是特地為他紀念去嫁崩 不過剛巧巧而已 剛剛提到這個佐治五世公園 很多鬼谷 不知道是否和現在我們看到 剛剛亦都對著高階 這個瘋狂院 即是精神病院有關 因為那間是鬼屋 經常都有鬧鬼 會不會互相有少許的影響 看看這個香港佐治五世公園 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全香港唯一一個公園 有一間幼兒學校 就是眼前這間 譚雅士幼兒學校 全香港唯一一間 在政府公園內的幼兒園 唯一一間學校 不知道那些學生 去公園上學會不會開心些呢? 可能你會問 這間譚雅士幼兒學校 是否和這個公園 1936年一起開幕 不是的 這間譚雅士幼兒學校 是1963年創校 也不是有公園就有學校 在香港 在香港 關於佐治五世紀念的 建築物或事物 其實都很多 除了這兩個 佐治五世紀念公園之外 還有大家很熟悉的 英皇道 英皇書院 或者 銀禧炮台等等 甚至一間的 英皇佐治五世學校 有一個英皇 五世的揮號油桶 是非常少的 如果要找圓桶型 更加少 其中一個就是 李園門 一個就是 鱷魚山 其實就是 觀塘的康里道 聖杰玲女子中學門口 有一個 佐治五世輝號 圓形油桶 你剛才說 領義園門 即是 賣海鮮的街 如果有看開 直播的觀眾 也有大過大家去看 如果沒有也不要緊 我們遲些都會有機會 在YouTube 剪回相關的影片 給大家看 好了 今次的影片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 就幫忙 like share comment subscribe 真的時間過得很快 英女王已經駕崩了 已經兩年了 轉眼間 9月8日 好 我們就用這個節目 今次的短片 去悼念 農向的致敬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多謝收看 拜拜